这里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乌石县伊玛木镇 维吾尔族人口达到99.4%以上 在十几年前 镇上很多居民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乌石县 甚至没有走出过伊玛木镇 语言上的障碍 观念上的差异造成许多不便 甚至导致就医困难 延误病情 伊玛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库尔班 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特别是呢 我当时在自己的家乡 我开咬店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奶奶 带着自己的孙子 到我要点去买药 我看到她脸上全是水痘 我赶紧给老奶奶说 这是水痘 你赶紧去医院去打证吃药 要是传染的 这个老奶奶不相信我的话 她说 我的牙头太漂亮了 遭了煮灶 才成这样的 库尔班尼亚兹从小长在农民家庭 九岁时父亲带她出去玩 第一次见到拖拉机 收割机等大型机械 第一次知道除了馕和抓饭 还有许多好吃的 外边这个新奇的世界 让她从小立志 一定要考上大学 走出伊玛木镇 要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1982年 库尔班尼亚兹考上新疆大学中语系 成为镇上第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 她先后当过教师 做过生意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她却越发感到放不下家乡的人们 想要让他们走出去 看看伊玛木镇之外的世界 而要与外界沟通 语言是最大的难关 我应该为自己在家乡 办一点事嘛 所以呢 我下定决心在自己的家乡 创办一所国家通用语言 这样一个学校 让耕道的孩子送校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从农村走出去 去耕源的地方去 把足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当作自己的舞台去 发展 伊玛木镇为乌尔族民众居多 绝大多数成年人 都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 要在这样的地方 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学校的难度 可想而知 2003年5月 库尔班尼亚兹投资了60万元 创办了新疆第一所 明办国家通用语言小学 乌石县伊玛木镇 国家通用语言小学 然而一开始 就引来了一片嘲笑声 甚至责骂声 有人说库尔班是个骗子 办学是假 靠土地生殖赚钱是目的 有人说库尔班是个傻子 有钱没地方花 有人甚至多次推倒学校围墙 好的 假账的有处 是让我亲 东韩裔的威族老师来教书 但是我的教学 方法教学理念是呢 我请一个纯粹的汉族老师 来给他们直接 有清静教学的末世 来教国家通用语言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讲嘴 学得快 库尔班和仅有的三名汉族老师一起 挨家挨户走访宣传 才招到87名学生 不仅如此 开学第一天就遇上了问题 当老师走进教室 孩子们见到陌生的面孔 听到陌生的语言 一个孩子吓哭了 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 整个教室乱成一团 但库尔班没有退缩 还想出了寓教于乐的好点子 我的每个孩子呢 发一部快板 孩子要跟着老师打快板 孩子的目的呢 打快板高兴 我的目的呢 当他们打快板的同时呢 把三字经又背下来 我一个星期 基本上解决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第二个星期开始呢 我们正式上课 在库尔班的学校里学习的孩子 有机会被内地初中班录取 这一点也成为库尔班的学校 得到学生和家长认可的原因 库尔班还记得 2010年第一件内地初中班升学考试后 老师们去查成绩时还十分忐忑 当得知学生们表现优异时 他和老师们都难掩激动 我们老师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七年没有摆下了功夫 那天的这个激动的场面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我们所有的老师不分男女 不分小张 我这一般的老师包装一团 大声的哭 我们喊我们成功了 那天我们都留下了成功的 这样的十月 留下了眼泪 从那开始我们的明星就传出来了 从2010年开始 我们的学生是蒙赠 16年来 学校的学生从最初两个班80余人 增加到11个班600多名在校生 教师从4人增加到40余人 累计培养了600多名小学毕业生 毕业生里有不少人在后来的高考中 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高校 2016年 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穆萨图尔贡 以701分的成绩成为阿克苏地区理科第一名 也成为乌石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 2018年 库尔班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回首16年的艰辛历程 库尔班感慨万千 我要是16年前 要是我继续做增业 可能这个时候有别墅 有好的车 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 心里不会现在这么踏实 我看到孩子的成绩 看到孩子的祸祸祸祸祸祸的棉空 我觉得实际上 我是最富裕的人 2019年3月 库尔班尼亚兹又托管了伊玛木镇一所幼儿园 将近400个孩子 全部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在国家通用语言学校里 中华传统文化与维吾尔族传统文化 每每与共 不仅让孩子们走出家门 见识更广阔的天地 也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自信 祖国的强大